主日三分钟 天主教教理重温 卷四 基督徒的祈祷 第三章 祈祷生活 第一条 祈祷的各种表达 基督徒传统上 保留了三种主要的表达方式 来回应上主的引导 就是口吐 默想 和心吐 今个主日都让我们了解多些 有关心吐 圣女戴德兰这样说 依我的见解 心吐 无意于朋友间的密谈 意思 就是经常单独 与我们深知 那爱我们的天主交谈 心吐 尋求我心所爱的那一位 就是尋求耶稣 并在耶稣之内尋求父 我们尋求天父 因为对天父的渴望 正是爱的开端 人不能够时常默想 但是能够时常可以进入心土 完全不为健康情况 工作或者是情绪所左右 进行心土的时候 和参与感恩祭相似 我们要先修炼心神 求圣神带领 全心全意 换醒我们的信德 让自我能够进到等待我们的天主面前 我们要 我们要虚心 交托于天父圣爱之内 日益 与祂中爱之子耶稣基督密切结合 圣保禄 更加是天主 在我们内心所建立的一份盟约的关系 建立一份共荣的盟约 在共荣之中 天主圣三 使我们能够超似主的模样 所以 心土是祈祷奥秘的最单纯表现 心土可以说得是一份礼物 一份恩宠 我们只能够以虚怀若穀之心 来去接受 心土是聆听 是聆听天主圣言 而这种聆听 并不是被动的去听 而是信德的服从 服从圣言 心土 也都是沉默 圣十字约望形容为 无声之爱 心土中的言语 并不是说话 而在沉默之中 天父向我们 讲述他圣言的降生 受苦 死而复活 在沉默之中 孝爱之神 使我们能够分享 耶稣的祈祷 心土就是与基督祈祷的结合 教会在感恩祭之中 去庆祝基督的奥迹 而圣神 则使之活燃于 我们的心土之中 为使基督的奥迹 在我们的爱德行动之中 能够彰显出来 心土是爱的共荣 将生命带给众人 求主座右我们 能够借着天主教教理 丰富和提升我们的祈祷生活 并求主引导我们 在祈祷之中去反省 认识耶稣基督的爱 并与基督结合为一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